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档 我是特里 我是星空 我们把很多粉丝投稿的视频的截图打印出来 贴在后面这么大一组墙上 最关键的是还把它贴成了我们的logo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吗 看看这个视频你就会了 这次投稿作品都是视频文件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通过截图来生成大量的样本图片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里居然有400多个投稿作品 如果要一个一个的去手动操作去截图的话 问题就是这样效率实在是有点太低了 于是我们开发了一个批量的视频截图功能 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 我们的截图程序在格式转换这里 找到视频截图生成器 先要选择视频包含的文件夹 注意了 我们粉丝的投稿都是各种各样的视频文件 同时文件夹里面还有文件夹 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夹 怎么样把所有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所有的子文件夹里面的视频都找出来呢 我们的这个程序呢也是支持的 选择这个文件夹 然后选择一个导出的位置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设置截图 截几张图 比如说我要截六张图 然后我可以把它宽高比再改一下 这里的高度呢是自适应的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320 然后这里呢如果你要裁剪 你还可以设置裁剪 可以把黑边去掉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我们直接点确认 它就会开始执行任务 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它的进度 然后我们去目标文件夹看一下 看这里呢就是快速生成的一些截图文件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这么多照片 拼成这个图案太麻烦了 特里 如果全不用手动排版的话 肯定是不行 那太累了 通过一番搜索和查询后发现 利用颜色的平均差异的算法 可以实现拼图的效果 于是我开始了程序的开发 叮叮叮叮 Sinko我的程序写好了 来看一下 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的 在我们的程序的APP列表里面 找到图形照片墙打开 第一步要做的是 选择一个你的原始的参考图片 这里呢我就以我们的logo 这种多彩的logo来作为样例 打开 然后再选择一个 我们刚才截图生成的很多的截图的那个文件夹 有可能是你要用的话 可能是你的照片文件夹 好选择它们 然后再选择一个导出的位置 下一步呢其实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如果你的照片有其他形状 需要改一下行啊 列啊 还有其他参数呢 可以在这里改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直接一步生成 好 它会等一会儿 好了 效果出来了 这是原始图片 这是生成后的图片 如果你用的是照片 比如说一个人像啊什么的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原始的 我的一个头像 非常丑 但是这边生成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我们放大一下 这绝对不是Photoshop里面 直接叠加模式叠出来 而是真的 每一个颜色呢 都是通过计算相片的颜色做出来的 你看 效果不错吧 想知道原理吗 我来跟你说一下 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把技术插进来 后能听到一个许话 速度里面的 真的多一下 而且这个文章的不过是 什么接着 然后把他 你就是为了生成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在做 听听听 能不能让我听着懂的语言讲一下 虽然我们的软件里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这里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背后的原理 首先把所有的视频截图 生成小图片 计算每一个图片的平均颜色 并加入样本 再把要合成的图案 分割成网格 依次计算每个网格的平均颜色 最后从样本里去寻找 最合适的小图片 替换上这些网格 以上工作都完成之后 我们下一步 就可以开始着手打印图片了 但是如何保证 打印图片的色彩丰富度呢 我们在了解了一圈之后 锁定了佳能TS8380 这台智能触屏照片打印一体机 其六色的独立墨水和设计 完美保证了 打印图片的色彩丰富度 并且还支持无线连接 所以有了WiFi功能 我就可以在公位上无线打印了 好了 经过一天一夜不见到打印 我们现在有了120张A式纸 每张A式纸 一共有99张照片 事不宜吃 我们下期就把它贴上吧 好了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这个路之间 挡住了我们贴的这两张的位置 所以如果硬要贴上去 要非常影响观感 现在我们想办法把它拆了 这个路之间实在是太难拆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这样贴上去了 看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这里有三张已经掉下来了 可能是那个胶不太稳吧 对 重新上去贴一下 哇 经过三个小时的拼天 现在最后一张终于贴完了 看看这整幅桥 效果是不是很正 最后感谢佳能这次举办了 为多彩生活打破活动 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色彩 每种色彩都能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感动与温暖 感谢佳能提供了这次机会 让我们能够将每一种作品里的多彩生活打印出来 最重要的是离不开各位粉丝的支持与作品投稿 这是你们的多彩的作品 才能让我们完成这么炫酷的一个背景墙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支持 我是星空 我是特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